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是您呢就是躲大选我们奥运的时候讲有离开北京的叫避运你这避选避到北京来了 是的因为这一次的选举真的让我们这一些真正关心美国政局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心里面上是15个调动七上八下 不是奥巴马气势如虹吗 对就是因为他越气势如虹大家越觉得说美国现在面临到这样子一个整个金融跟经济系统近乎崩溃的状况之中 这个从来没有什么执行证经验的年轻人满嘴讲的话又是那么样子的漂亮那么样子的引起大家狂热 那么能不能够管理这个国家我们已经遇过太多讲话非常厉害 我听你这么说感觉你是要投麦凯恩的票 没有我这一次是弃权投票因为我在加州登记的是通讯投票所以我在一个月前就领到选票 那你为什么经过一个月的考虑之后两个人我都觉得说投不下去所以没有办法只好逃避这场选举 我也是完全弃权理由是像马肯尼这样的人呢他实在也代表了什么希望 像奥巴马这样的人呢我们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他虽然演讲是慷慨激疯人心 弄得小年轻啊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演讲似的那这个简直是不得了 这是我从来没看到美国年轻人如此投入美国的选举 因为前两个月我去我儿子读的加州大学可不得了了美国的大学平常没人谈政治 大家都是年轻人做年轻人的事情政治对于年轻人而言是一个很遥远或者是有点熟气的事情 对啊可是这次完全不一样大家都在谈改变然后都谈奥巴马 只要一谈到奥巴马的话马上共鸣非常非常像有如一场那种流行音乐会一样 大家都同一个口号看到我这种上了年纪的家早去的话 大人说你一定会投麦坎恩吧我还没有讲话全部人都开始哄笑 就是这里有一个怪人吧好像你不听和麦坎恩的呢 你说明是不合时代潮流你实在没有改变的愿望你实在保守无朽老朽是这么一个感觉了 我从你们的话令是听出爸爸们的牢骚了哈 你好像觉得说这年轻人被布什总统虐待了八年好像被封了口 现在终于有机会他们能够说我有话要说 我要释放 就是这么回事我要改变我要释放有这么一种感觉了 不过既然你刚才说像个大流行音乐会我还真给你们看一个小段子 这个人家网上年轻人在网上做了奥巴马麦坎恩跳起舞来了 你看看 哇 哇 你看现在这个电脑能把脑袋安在人的身子上 而且呀 我我是看这个这个什么民意调查去分析啊 因为中国现在不是闹闹闹股票吗 是吧 我觉得怎么这美国总统大选选情就跟股市似的说起那个话 比如说说这个到前几天这个奥巴马到什么百分之四十九 但是呢麦开恩那百分之四十四 但是又有一个什么族群 他们占到了百分之六 这百分之六到时候很有可能倾向麦开恩 这样的话麦开恩还是有一线生机 说的就跟股票涨涨跌跌 是是是 所以呢 现在整个的选情啊 这是颇说迷离 我跟你讲 现在族群的分离 特别是海外的华人啊 特别不安心 我正想了解 华人怎么想 海外华人特别奇怪 本来在我们加州 很多民主党 华人特别喜欢民主党 对 这一次欧巴马出来以后 华人一下傻眼了 根本就不愿意把票投向欧巴马 为什么 半年以前呢 他们都看好希拉里 都跟我讲 我也觉得肯定是希拉里赢了 奥巴马赢不了 奥巴马为啥赢不了 第一 他没当过州长 没有政治经历 年纪这么轻 这么一下子就拼了可才好 演讲就能够当总统 那你的美国也太邪门了吧 而且年轻人这么喜欢他 好多我的同事都是自己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呢 他就问我 他你这方面有点研究 你认为奥巴马真的会赢吗 我说那开什么玩笑 如果奥巴马赢的话那整个美国天下大乱了 现在果然赢了 他说我的儿子跟我讲法不一样 结果我的儿子跟我想法也不一样 他说老爸你这是准书 哇 八年之前我根本不承认这个书啊 现在我认输了 奥巴马眼看赢了 我还跟你讲一个事实 我们那边加州的民主党 那照例都是要把华人的选票巩固在手 那所以就在后面 赞助了一个 南加州一些名嘴 还准备开记者会 其实目的就是让这些借这些名嘴 讲一下欧巴马的好处 让大家投票 没想到这华人名嘴过去一向都是亲民主党的 而且这次的活动也是民主党在背后出的钱 没想到面对记者的时候 几个名嘴一交换意见发现说 他们对欧巴马的票投不下去 觉得虽然大家都是少数族裔 可是这个少数族裔如果用这种方式 就凭这一张嘴巴就能够当选的话 恐怕对于少数主义未来在美国的整个政治定位会出问题 所以名嘴全都闭嘴了 那是因为欧巴马是更牛的名嘴 你们老说他就凭演讲 你听过他演讲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非常有魔力 你想想看他几乎给别人带来一种 这样子一种幻境 就是说有点行 告诉你整个美国梦 然后告诉你整个的前景 好像你就可以闻到 只要选他的话 你就整个的前途 整个坦途就出现 很少有政治人物用一种步道的方式 然后说描绘这个天堂的话 几乎就随便就让你一信就可以得救 票子要投给欧巴马 整个就可以改变 这年轻人从来不听 是很会演讲吗 比不上他 他现在能够做到 连论都比不上他 比不上他 绝对比不上 他能够做到哪一步啊 好像现在选奥巴马的 是代表先进的 对 进步的 时髦的 有比较英文叫做smart的那种做法 如果你不选他 就代表落后的 腐朽的 他弄成这样了 我几次在电视前面看奥巴马演讲 我跟我太太 坐在那边我都觉得说 这个年轻人真的 如果你不看他是奥巴马 你真的被这样子的一个演讲给吸引 他也当教主了 对 他有这种味道 他有点好像把这个政治当作一种宗教来 来传播这种希望 他给别人都是一个希望 可是你看到都是一个泡泡 很漂亮 可是落实在哪里 没人知道 当然也有一个背景 他是完全的平民 又是一个黑人 全都是第一次 所以他本身的身份 都给人们一种眼目一心的感觉 他本身站出来就是一种改变 对 而且我听您刚才讲到 这个海外华人的这个复杂心理 我倒觉得说起来 我查了一下他这家底 奥巴马还跟这个中国挺有缘 有亲切关系 你说他身上有什么 肯尼亚 他还在印尼生活过 对对对 是吧 他本身又是非洲裔 黑人吧 是吧 又是美国人 而且呢 说他的弟媳 就是中国人 他的一个妹夫 对 也是一个中国人 还生活在深圳呢 对 就住深圳呢 对对对 住深圳呢 那你们怎么不爱奥巴马当呢 他说华人怕他当选 对 华人怕他当选 少数族裔都怕他当选 是有一个原因的 因为少数裔裔 到了这个美国生活以后 他们觉得美国统治的整个社会 是比较稳定的 你突然冒出个少数以来 大家有一种不安全感 有一种不性能感 有一种失落感 有这么一个味道 并没有从他当选 有一种自豪感 相反 这个很奇怪 这个很奇怪 除了非洲裔的人 那整个社区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 全部冻结了 这边是非洲裔的人啊 也不同 你看我坐飞机回国的时候 坐在我边上呢 就是个黑人 我跟他谈起 我说这次尼克什呢 对啊 你们黑人能当总统呢 他说当然 very exciting 他很喜欢 但是他 还是warn up的 就是很担忧 为什么担忧 第一 担忧他当不下来 因为他确实没有经验 担忧他中途要支 担忧他可能受到 白人的极端主义者的攻击 等等等等 还担忧他什么 被白人整个政治上操弄 玩弄 或者是引起什么族群冲突 最后黑人还觉得自个儿 受害倒霉 大家少数族裔反而会怪黑人 你不应该强出头 你强出头 因为现在美国还有60% 是白人 你还没到什么时候 从学术到工商 到所有地方都是白人控制 那你非洲裔的人那么少 你又不是很杰出 你没有大功于国 大德于民 做出一些真正轰轰烈烈的事情 让大家觉得说 不能不买你的账 那你就凭着一张嘴巴 四年前还是一个 没人知道的 这样子的一个律师 这不就是华尔街那个期货 金融衍生工具 他将要做一半轰轰烈烈的事情 枪枪三月行 广告之后见 李玲教授过去都说你 玲啊 上回小布什选 你都猜中了 这次大叠眼镜 大叠眼镜 你看我半年以前 我回大拉市 哎呀多少划 因为我生活的时间久 很多人都熟 而且我对他们有点兴趣 也写过一些文章 多来问我 哎呀这次你看 希拉律真的会输吗 奥巴马会赢吗 我说不会 奥巴马赢不了 第一 奥巴马没当过州长 第二 奥巴马根本没有在美国总共白宫当中有任何的经验 第三 他毕竟是少出主意 第四 我们还是相信白人的眼光的 他们不会轻易把这个白宫的位置让给黑人 要不怎么叫白宫呢 白宫呢 没错 没错 但是我也听到有一种论调 反而是这个北京人 中国人说 说这人美国制度好 选谁其实都一样 谁当也不太 为什么这么有所谓呢 他整个他有一个制度在那里 互相制衡啊 或者什么 你们怎么看这问题 这一次大概互相制衡可能会失败 因为在国会上面那比白宫选举还要精准 就是说 因为他只改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嘛 所以呢 大概两会参议院众议院的都是民主党 而且不但是多数可能是超过60席的绝对多数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国会跟白宫呢 都会在一个政党的结构之下 这就有点像台湾这种所谓完全执政了 一党独大 变成一党独大了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的节制的话 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甚至大家认为这一次 有那么多美国一流的外交财经的这些好手 都团结在奥巴马的手下呢 是整个白人集团的一个阴谋 要打出一张黑人牌呢 吸引大家觉得说整个改变的时代来临了 可是到时候下面这一些人 真正替他来做决定 这是李林教授所说的 到时候真的谁做总统 反而变成一个大问号 所以他现在选的几个人都是很强 像那个拜登 拜登在参议院里面 在国会里面 德高望重 非常有威望 36个 他选了一个财政顾问 是已经 格林斯坦之前的一位财政顾问 他曾经在 力往狂难的救了瓦尔街的 祸尔街的风暴 还有一个外交顾问 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从中美关系来讲 他知道班制是好的 是不错的 能够稳定的 不会出大乱子 但从奥巴马执政来讲 潜伏着很大的危机 第一 奥巴马依靠他们能做事 第二 如果奥巴马的能力 不在于他们至上 控制不住他们的时候 奥巴马成了一个玩偶 这成了一个大的玩偶 所以 应该都认为我比总统强 而且奥巴马根本说不了算 你是一张台前的玩偶 傀儡 其他他们在做伤黄 这就是一个潜伏的政治委员 有些明年就担忧这一点 奥巴马现在好不容易我们选他 接下来是中了别人的圈套 但是我也听说 说是实际奥巴马这个人 确实还是比较有才干的 那当然对他当然是有一套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你要跟白宫这么复杂的一个背后的政治力量 你要对抗的话 你只要前六个月做不出什么成绩来 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可能一转过来 大家开始要丢奥巴马的话 那就是崩溃一样的垮下来 说不定会出现美国历史上面很少有的国会会弹劾总统 总统只要做出任何一个改变超过或者是改变不出来 很有可能共和党一点火一呼百诺 就跟当初大家是一股热情投奥巴马 现在一股热情开始打倒奥巴马 然后大家都说的更糟糕的是 副总统早就在那一边准备入白宫 因为拜登的确是华盛顿的老华盛顿 哦你这是有点阴谋论呢 感觉白元集团 先给他把这副手选好将来准备让这副手上位 现在已经有人在议论了 就是奥巴马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肯尼迪 已经在议论这个问题了 不是都有人说他从这就给抓起来的吗 要刺杀他吗 那个抓起来的是抓起来 还有没抓的呢 还有没被抓住的还在继续有存在呢 有些根本就不需要抓 因为整个白宫是个大的集团 所以政治呢也是讲舍利的 奥巴马这方面虽然当了参议员 在整个白宫圈子里面跟国会圈子里面 他并不是number one 他并没有一个很实力的家属啊 很实力的后盾啊 他不像现在的布什啊 他有很大实力的后盾作为他的支撑 他没有 所以呢很可能就落落这个玩偶的圈套 那你刚才讲利益大功 我又想到说那个麦凯恩呢 麦凯恩我那天看了看 我觉得美国人人家这个价值观也很有意思 说麦凯恩是越战老兵嘛 老英雄嘛 但是我看他这个老兵啊 基本上都是世古英雄 什么航空母舰的飞机上出了故障 掉了个炸弹下来 把他的飞机也炸了 他死里别人都死了 他活了 他就这才得奖章 你这美国人有意思啊 是啊 所以他这个不是正面的英雄 只是大难不死 只是为国家受过这一些 那个俘虏营的这种痛苦 所以不是给美国人带来 一个正面打大胜仗 然后立大战功的 美国这方面呢也有点公平的 就是你为美国出国力了 出国力 当过俘虏 当过俘虏 反正你的生命为他付出过了 俘虏活回来那是侥幸 但是你本身是该使的 活回来也是你的事 但是你这个精神 你为美国的付出 美国人记住你 所以他还是算把他做过英雄的 从我们中国人看起来 你算不上什么英雄 但毕竟他付出过 所以你们觉得 这个到了最后的时刻 因为我老想起台湾选举啊 会不会有什么偶然性 突然之间有什么 有的 这次的选举 大概是自从杜鲁门参选以后 悬念最高 因为所谓不来得了一效应 也许讲过 就是说因为美国主流社会 还是白人社会 对于说还不能够支持一个非洲一的人当总统的这样子的话呢 在形式的道德上面说不出口 可心里面其实不想投这一票 所以你就有一个误差 那就是问你的时候你拒绝回答 所以民意测验 对于这个没有回答的这一群人 对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没人知道 因为当年加州选州长 我们大洛杉矶的市长布莱德雷也是一个非洲一的人 他那个民意测验就是高 可是最后开出票了 就票开不出来 原来白人不投他票的 不好意思说我不愿意投 我也看过一个民意调查 就是说90%的人 你问他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介不介意一个黑人做总统 都是说不介意 但是关于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为什么不选奥巴马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是说 我不是因为他的肤色 我是觉得他能力不足 这很耐人寻味 因为如果按照腹试来分的话 他就是有总数歧视之嫌 那当然是不对的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行为是 自己道德领域的控制 那是他的事 你说出来就触犯法律 有总数歧视 还有说要感谢那个什么 我们中国人都爱看那个 24小时电视连续剧 那个电视连续剧里就是个黑人总统 所以他们说这个电视连续剧 也起到了提前推广普及的 所以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你们两位 这选择就挺有意思 就是这次投票率都比往界的高 是吧 很火 但是恰恰你们俩 似乎代表那个无所适从的 全都不选 不选了 这你们算少数派了 现在我们算少数派 因为我只觉得 现在选谁呢 选谁我都不满意 选谁我都不放心 你选马肯利吧 我看不出他改变美国的希望 我选奥巴马吧 我看不出他有改变的能力和经验 你这说的就比较概括 对 这就是我们基本上面 比较经过人生一些阅历 真正是看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这一次美国政党政治所抬出了两个人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吓一跳就是根本没有办法选 一个老到连我儿子都觉得说这个人还活在冷战时代里面 这不想从博物馆里面跑出来的 而且整个脑机根本不会变过来了 那一个年轻到就是说他根本没办法讲一些东西跟华盛顿能够吻合 所以到时候他的思维怎么样子变成政策 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当个国会议员 当然可以讲一些原则 讲一些什么东西 到处真正你要签署这些法案的时候 要做这些正式命令的时候 或者属下的这些人 都是一流的这些人物 互相发生意见矛盾对立的时候 你总统做裁决的时候 能不能够让大家满意 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就是说 咱老见台湾选举作弊啊什么的 美国不是公正平等自由 他会在最后一刻有什么作弊这种行为 公正的问题永远是相对的 不可能是绝对的 不可能一点都没有 譬如像第一次跟高尔选的时候 那个布什啊 就是那个佛罗里达那个选票 就开不出来 结果延缓延缓一言再延 延到最后是不是一定达到公正的呢 还很难说 最后还是政党大脑们底下沟通的结果 然后再由最高法院做一个宣布 说不定美国政治也是背后有一些大脑在悄悄 我们这一次加州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已经动员了一万多个所谓的职业律师 他们就分布在所有这一些可能选票有变动的这投票所外面 有任何问题的话立刻就用那个什么电传视讯全部传到那个什么整个计票中心去 然后立刻的律师啊警察什么就就会到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些票的话 如果你不好好管好的话 就有人动手脚 在欧巴马的家乡大芝加哥区也是 七千多名律师全部志愿出来 那一天全部志愿义工在他们当场压阵 就是说有任何问题立刻现场处理 现场客户球现场拍照 然后所有的东西立刻就用那个什么视频传到网路上 但是我现在感觉啊这个确实奥巴马是气势 你看我在北京见到的美国朋友问他们都不假思索的 奥巴马 几乎是这样子 在美国因为大家认为说美国这八年来 无论是对外战争私人心还是经济现在走到这样子下坡 还是各种的弊端问题没办法解决 现任政府跟他的政党一定要概括承受所有的责任 不管原因是不是你 不管解决问题的这些能耐是不是新的人也不能够解决 可是一定要有人负责 这是美国政治最基本的一个公民共识 所以到现在为止现在弄成这样的一个政治选举的情形啊 跟布什八年当中确实相关 布什的太理想主义了 因为共和党在美国的政治两党当中 他比较理想主义 民主党比较现实一点 太理想主义了 用宗教的名义 用自由的名义等等发动了这场战争 没完没了 结果原因也没有查出来 说他有核武器最后都没查出来 不了了之 所以弄得财政危机 政治危机 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种种危机交出在一起 所以美国人设不了这么一种亚裔状态了 很多投给奥巴马的票 实际是对小布什的否决 主要是这样子 说穿了 你说这一点就对了 因为我们以前的话说 不是你太强大 是敌人太软弱 哈哈哈哈哈哈 就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 差不多 没有政治就在这里边找出一个稍微白一点的 这一次就是完全变成最悲哀的民主政治 就两个比较烂的苹果要选一个 好 falei点 再来